今年7月 李先生到杭州转堂 港城护肤造型理发 他说在理发的时候 店员推荐他到楼上做护肤体验 体验一翻之后就开始推销 李先生说当天办套餐加上会员卡 一共花了1万左右 后来他来消费 又被推荐购买条理体制的项目 充了1万块钱 直到8月份的一次消费 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又来消费的时候 他们给我做了一个子卢排斥的项目 这个项目我一直以为是包含在 第二次条理体制套餐里面的 结果在做的过程中 告诉我这个是要另外收费的 而且收费正好也比较大 这个套餐比较贵大概是2万多块钱 李先生说现在想想当时是被诱导消费了 另外又感觉去斗印丝毫没有效果 所以想把剩余的钱退了 找到门店负责人严店长 他对于李先生的说法并不认可 严店长拿出了李先生的消费记录 他说这上面的一些大额充值 一部分是用来购买产品的 并不是全部冲到会员卡里 严店长表示 购买的产品套盒都是一人一套 开盒就没法退了 但是会员卡里的余额可以商量 1818红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